欢迎您收看 我是杜萍 据中国国铁集团数据显示 到去年年底 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 已经达到了15.9万公里 其中高铁有4.5万公里 中国内地媒体报道说 去年是145以来 铁路投资规模完成最多的一年 有22个县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全国铁路规划八纵八横高铁网 主通道建成比例达到了8成 正在建设的占15% 报道说 今年国铁将以加快贯通 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为重点 预计明年将基本上建成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 城区人口20万以上城市的 覆盖率将达到99.5% 其中高铁是5万公里 而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的覆盖率 将达到97.2% 到2035年 铁路网规模将达到20万公里左右 而高铁7万公里左右 覆线率达到65%以上 电气化率达到75%以上 好 这里面都是数字 听起来可能是比较麻烦 但是总体的一个印象 就是中国的高铁 高铁网 铁路网 在不断地扩大 延伸 将会在这个 其实到明年应该可以说 在世界上应该是 最比较先进的 现代化的一个铁路网了 那么到2035年了 再过10年应该可以说是 可以算得上是 最现代化的一个铁路网体系 好 今天的主要的新闻 是在中东地区 中国 伊朗 俄罗斯三国 于11号到15号 举行安全扭弹2024联合演习 参加联合演习的中方的舰艇 11号抵达了伊朗 恰巴哈尔附近海域 与伊朗 俄罗斯海军参演舰艇 完成兵力集结 联合军演拉开了序幕 伊方11号组织召开 联演计划协同会 三方参演官兵代表 对接了相关科目具体实施细节 随后 伊朗海军向各参演兵力 发布作战命令 据了解 安全纽带联合演习 中伊俄三方共派出 十余艘各型舰船参加 中方参演兵力为海军 第45批护航编队 包括导弹驱逐舰 乌鲁木齐舰 导弹护卫舰 宁夷舰 宁夷舰 伊方参演兵力为阿尔博兹号 护卫舰等多艘舰船 俄方参演兵力为瓦梁格号 导弹巡洋舰 沙波什尼科夫海军员 率号大型反潜舰 此次安全纽带联合演习 位于阿曼湾附近组织实施 以共创和平与安全为主题 以反海道搜救为主要内容 分为港岸对接 海上演习 总结闭幕三个阶段 有助于加强参演国家海军 之间交流合作 共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提到中国 俄罗斯 伊朗 三国海军之间的军事演习的话 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可能比较敏感 也会产生很多的联想 确实中俄裔三国的海军 在中东附近的海域进行军演的话 确实会产生很多的一些遐想 包括比如想到波苏湾 想到鸿海 想到现在正在进行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军事冲突 特别是胡塞武装 针对鸿海地区航道所采取的行动等等 那么这些任何联想 其实都是很自然的 因为中东地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 而且敏感的地方 那么中国 俄罗斯 伊朗这三国家 又是在全球的事物当中 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它的角色有别于其他的西方国家 所以产生联想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中俄一三国的海军演习 自从2019年展开以来 其实是一个常态化的 每年一次的这样的行动 并非是针对当前的任何一个热点问题 采取的任何三方的联合演习 也并被依附着发出一个具体的信号 但是总而言之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说这三方 它的合作关系 特别是相互信任关系 应该可以说在这几年时间里面的 联合演习当中得到了加强 特别是中俄一三 三方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 又是金砖机构的成员 然后在其他的国际事务当中 特别是在中东事务当中 还有很多的一些战略上的协调 沟通和默契 所以三方海军演习 在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在具体的目标上应该不存在 但是长远角度来讲的话 是确实有可能会使得 双方应该可以扩大 更多的一些军事合作 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 加入进来的可能性都有 好 接下来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 之间的关系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12号应邀参加了 2024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 商业峰会论坛对话 那么在参加这个对话会的时候 他表示澳中关系稳定发展 有利于区域内的繁荣和稳定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向参加商业峰会论坛对话的 商界精英和学者们表示 中国是区域内的大国之一 重设澳中关系正常化 是政府的对话政策 他称 相互对话 阐明观点使澳中关系更为成熟 我希望要很清楚地跟澳大利亚 所以我们没有回来到处处 所以说的许多是一个重新的重新的重新 意义和重新的重新的重新 也一直都没有回来到处处 那么我们一直都没有回来到处处 我们必须得到处处处 我们必须得到处处处处 我们必须得到处处处处 我们必须得到处处处 你能够得到处处处处处 的言语过了一些语言 有什么文章的会是不稳Please and was primarily for domestic political benefit. Australia fundamentall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You know, we are who we are. We have our interests as we see them. We might have a view, you know, there might be some contests about how we articulate them or what they might, the detail of them, but we have our interests, we have our values. China is not going to stop being China and China remains, you know, on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our region. So, you know, we have to work out how it is we navigate those differences and I think there's a bilateral element, which is about navigating wisely. 黃英賢在對話中還談到 他作為澳大利亞的外長 願意創造性地同其他國家合作 為澳大利亞作為中等力量所努力 這有利於區域內的穩定和平繁榮和發展 黃英賢外長在論壇上還表示 他不擔憂澳大利亞加入奧庫斯核潛艇計劃 會失去國家主權 因為未來任何決定都將由澳大利亞國會決定 富豪我是楊恒英 新一報導 好 我們簡單地這個總結一下 最近一來到現在為止 中澳關係的基本的一個狀況 目前來講的話改善的勢頭 其實還在持續當中 那麼最新的事態應該包括 比如雙方之間圍繞著澳大利亞葡萄酒 進入中國市場這個談判應該是相當地順利 然後呢 就是最近也傳出消息 說澳大利亞方面已經邀請王毅外長訪問澳大利亞 給人家感覺就是比較發展的態勢比較積極 中澳關係經過了過那幾年 特別是上一屆政府莫里森政府 那種艱難的這個狀態 現在基本上已經可以這麼講 就是比較清晰 雙方的外交政策比較清晰 發展的思路呢 也是可以預見到的 主要的變化是在澳大利亞方面 就是在看待中國的時候 跟上一屆政府的這個區別很大 改善關係的這個意願也比較明顯 而且也採取了一些實質性的動作 固然呢 就是雙方之間是不可能沒有矛盾的 各種問題都會有 但是呢 就是如果說雙方都有意願 而且能夠使得雙方關係 能夠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發展的 這個態勢的話 目前的改變的改善的態勢 應該還會持續的 那麼最大的危險還是在於 來自於外部的一些干擾 包括比如說涉及到地區爭端的問題 像南海問題 菲律賓在中間搗亂嘛 對不對 然後日本呢 也在中間搗亂 當然最大的搗亂者是 是來自於美國 所以在這個怎麼樣來處理 跟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這個問題是澳大利亞必須把握住 你也把握正確 才有可能使得這個 中這個澳兩國之間的關係 才能夠使得雙方都從中得到利益 澳大利亞現在對中國的市場 還是非常需要的 不同的產品等等 所以不要再做糊塗事 遇到一些分歧的時候要冷靜 妥善地處理 這樣的話才有可能使得雙方關係 可能變得越來越穩定 貿易關係 貿易利益也會越來越多 好 接下來呢 就是涉及到美國總統拜登 日前批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在傷害以色列 然後呢 澳大利亞外長黃毅賢也表示說 除非以色列政府改變他本身的路線 否則的話將會繼續失去國際支持 而加沙地帶的戰事在摘越期間持續 第一艘通過海上人道主義走廊 向加沙運輸救援物資的船隻 與12號從塞浦路斯起航 在這200噸麵粉 大米等食品的人道援助船 在塞浦路斯停泊數日後 終於在12號起航前往加沙 這是首艘通過海上人道主義走廊 向加沙運輸救援物資的船舶 另外 美國陸軍後勤支援艦 背松江軍號 也正經由海陸前往加沙提供人道支援 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已造成3萬1千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大量平民流離失所 四分之一人口聚饑荒 僅一步之遙 在加沙北部的捷巴利燕難民營 饱受饑饿的當地民眾 拿著空鍋空盆 為著志願者要一口胡蘿蔔地瓜湯 而加沙北部一些偏遠地區 許多人一開始吃動物飼料衝擊 美國總統拜登日前表示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 目前的所作所為 對以色列的傷害大於幫助 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12日 對拜登的言論表示同意 他指出 去年10月7日 以色列遭遇哈馬斯襲擊時 全世界都對以方表示同情和聲援 但如今的局勢令世界震驚 除非以色列改變路線 否則將繼續失去支持 另外 黎巴嫩真主黨12日表示 真主黨向以色列多個軍事哨所 發射了100多枚火箭彈 以此回應以色列前一晚 對黎巴嫩貝卡地區的砲擊 據報以軍對黎巴嫩東部城市 巴勒貝克發動了四次襲擊 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 多人受傷 有黎巴嫩安全部門消息人士指 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襲擊 主要陷於黎巴嫩南部邊境地區 不過近幾州 以軍行動範圍有所擴大 攻擊也進一步向北延伸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好 現在請看一下 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重要標準新聞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歡迎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是杜平 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基輔的計劃 一再推遲 法國總統府最新的消息是 馬克龍將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 訪問烏克蘭 俄羅斯聯邦安全理事會副主席 馬克龍最初表示計劃在2月份訪問烏克蘭 但是由於澤林斯基到訪巴黎 他的訪問計劃就首次被推遲了 隨後馬克龍訪問計劃又從3月份 推遲到3月中期 法國總統府10號表示說 馬克龍訪問計劃將在未來幾個星期之內執行 這是自2月份以來馬克龍第三次 推遲訪問烏克蘭的計劃 美國總統拜登11號公佈了 將近7.3萬億美元的 2025年財政預算 其中歷史性的編列1億美元 用於加強台灣安全 美國國務院稱必須要利用一切資源 來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即發表完國情諮詢後 美國總統拜登在11號公佈了 2025財年預算案 在外交預算中 美國國務院和國際開發所 申請588億美元的預算 比上一財年增長1% 美國副國務卿維爾瑪表示 美國國務院的 首要目標是必須利用一切手段 在與中國的競爭中獲勝 首先,我們必須利用所有工具 在應對中國的預算中 除了40億美元的自主對外援助 和接觸和接觸 還有40億美元強制性撥款 此外,美國國務院還申請了20億 創建一個新的國際基礎設施基金 試圖取代中國 美國還承諾向台灣 提供1億美元安全援助 但這並不包括永久性 在台訓練美國特種兵 鳳凰衛視,王冰如,王天逸,華盛頓報道 美國媒體報導說 亞裔美國人基金會近日公布了調查 顯示紐約市超過一半的亞裔居民 在過去12個月之內 曾經因為種族民族遭受仇恨對待 許多人不得不通過改變生活方式 來避免成為仇恨行為的攻擊目標 調查指54%的紐約亞裔居民 過去12個月曾經遭到侮辱 騷擾、威脅、或者是遭到肢體攻擊 62%的人曾經目睹他人類似的遭遇 高達78%的人認為公共安全構成了問題很大 調查還發現 4分之3紐約亞裔居民 因為反亞裔仇恨而產生了迴避行為 36%受訪者擔心因為種族而遭口頭 或者是肢體攻擊 48%的避免深夜外出 當中女性佔比更高 41%避免乘坐公共汽車 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 17%避免在公共場合使用母語 另外54%受訪者表示 但是不願意向外界報告自己的經歷 調查報告還強調 反亞裔危機並非已經消退 在紐約 反亞裔仇恨暴力依然很猖獗 在美國國內 他收了錢才反對封殺TikTok 特朗普承認 最近曾見過持有TikTok股份 而且是共和黨大金主的 對沖基金經理傑夫亞斯 不過特朗普強調 他近期和亞斯夫婦 只有簡短會晤幾分鐘 而且他從來沒有提過TikTok 特朗普承認 TikTok帶來國安威脅 但他再次重申 反對封殺TikTok 認為這樣會讓美國人民 真正的敵人臉書更加強大 而且很多年輕人喜歡TikTok 沒有它 他們會封 鳳慧市綜合報導 好 這個事情是涉及到 不久之前 美國國會的一個委員會 通過了一個決議草案 就是要求這個TikTok 必須要跟母公司字節跳動 在財政上要分離 實際上就是說 這個不能允許字節跳動 對TikTok擁有權了 那就把它們分拆開來 那麼這個事情 還沒有最後的定論 還需要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 進行投票才能夠決定 那麼參議院投票 馬上就有可能再進行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各種利益集團 也在進行這個加急遊說 包括對美國這個眾議院 和參議院的議員 要進行這個遊說 那麼其中呢就是 涉及到就是 特朗普在當中的作用 特朗普在當總統的時候 是首先提出來 要禁止TikTok 要把它下架的 但是現在呢好像態度 非常明顯地發生了變化 就是說他認為 就是說TikTok要下架的話呢 這個只能對Facebook比較好 對這個Facebook是一個 是美國的人民的敵人 扎克伯格那個Facebook 所以呢就是不能讓TikTok下架 否則的話呢就會被TikTok 被Facebook所全部壟斷 那Facebook呢就是在政治立場上 是反對特朗普的 支持拜登的 那麼政治立場就使得 是這個特朗普的第一考慮 他為什麼說不太同意 把TikTok下架 另外一個呢 剛才這個新聞裡面提到說 有個大財主 這個給特朗普錢了 所以特朗普呢看到這個利益的時候呢 就是改口風 是不是真的這麼回事呢 應該這麼講 這個事情呢沒有那麼具體 就是一個大財團 它實際上是共和黨的支持者 確實為共和黨提供了很多的資金 但是並沒有給特朗普本人提供任何資金 那特朗普這個改變這個立場 改變這個態度 當然也是跟這個黨內的很多的一些人 包括黨外的一些遊說者 有直接的關係 這裡面就是牽涉到利益問題 但是關鍵不是這個 關鍵就是說 特朗普改變態度之後 是否能夠有助於TikTok逃過這一關 逃過這一劫 這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就要看這個共和黨的議員 是否聽特朗普的話 好 接下來就是海地總理亨利 11號發布視頻講話稱 將辭去總理的職務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1號 宣布將再撥款1億美元 用於支持國際社會 在海地開展威和行動 聯合國安理會則呼籲 儘快將多國安全支柱團 不說到海地 海地總理亨利11號發布視頻講話稱 他將在海地過渡總統委員會成立 並任命臨時總理後 辭去總理職務 亨利上月末出訪肯尼亞後 因國內爆發騷亂一直滯留海外 目前身在美署波多黎各 由美方高級官員表示 亨利可以繼續留在波多黎各 或前往其他國家 海地過渡總統委員會 將由兩名觀察員 和七名有表決權的成員組成 名單預計48小時內公佈 任何有意參加下一屆海地大選的個人 都不得進入委員會 同樣在11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抵達亞麥加首都金斯頓 與加勒比共同體領導人 舉行緊急會議商討海地局勢 他在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宣布 美國將增資1億美元 勇於支持即將被部署到海地的 多國安全支柱團 布林肯表示 美方還將向海地追加提供 總額3300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援助 聯合國安理會11號也發布媒體聲明 呼籲海地多國安全支柱團 儘快部署到位 聲明還強烈譴責海地黑幫 破壞國家穩定 並對武器彈藥非法流入海地 表示嚴重關切 要求聯合國會員國採取必要措施 落實對海地黑幫的武器禁運 而綽號燒烤的海地黑幫首領 省理企業 當天則在首都太子港街頭召開記者會 要求國際社會給予海地人自主權 並警告國際社會的干預 只會加劇海地的混亂局勢 由於安全形勢不斷惡化 海地當局11號宣布 延長囂禁措施至本月14號 而過去三天 美國 歐盟 德國等國際組織和國家 已相繼撤離了 各自駐海地的外交人員 這回是綜合報導 好 最後請您瀏覽一下世界 其他媒體的主要的新聞報道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 aprè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